大家好 我是杜林 欢迎来到Mite学业 我们来继续学习Zegbit的大型项目 上一节课我们进行了一部分的这种 Zegbit的 智慧加基管理系统的实验 并进行了详细的这种分析 本期课我们来继续 Zegbit 智慧加基管理系统的这样一些实验 然后我们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我们这里 还是先使用两个设本 一个协调器 一个中端设本 中端设本 表示这种实力的这种温室度 形成这种数据信息后 上报给协调器 并通过参考进一步 上报给PC的这种控中心 当然这里还是 为了这种简化 在PC上 先使用这种 串稿助手来显示 这样一些数据信息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PC上做这么一个 控制中端的这种软件 来显示这样的温室温度和湿度 实际上 这里和上面一样 都是 有协调器 和中端设备的 这样的通信 还有协调器 把数据通过串稿 传出到控制中心 这样一些过程 这样的过程实际上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块 就基本上 在这里就不分析了 那么 剩下的是什么 就只有中端设备 如何采集 这样一些 温室度 并形成数据信息 这样一些事情 需要讲一讲 下面就来看一下 记底的这种 实现的 过程 那么这里的话 是我们的 这个 中端设备 所 需要实现的这种 应用场的 一个 过程 那么我们 还是来看一下 这么一个函数 实际上这个函数 我们在前面 已经 类似的这种 这种 函数名的 函数 已经在前面 讲过多次 实际上 它的调用 在系统 系统上的 调用的过程 和上面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 在这里 就 我们来 分析一下 实际上 是它们 类似的 这么一个 实现的过程 不太一样 我们 来 记得 看一下 这个函数的 实现过程 这里的话 实际上是 定义了 这么一些 保存这种 结果的 一些 中间的 变量 下面 下面一个 它是 主要的 用来 获取 这种温湿度的 这么一个 函数的模块 后面的话 我们会重点的 分析 这个函数 接下来呢 是这种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函数 实际上已经 获得了这样的 一些 温度和湿度的 这样的 一些 数据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实际上是 需要 把这样一些 温度和湿度的 这么一些 数据 转发 这种 ask 然后 通过 串口 才能传输 这个 比如说 发送 发送给 协调器 或者是 最终的话 发送给 这种 PC的 控制终端 这样的话 就比较 容易一些 那么 在这里的话 我们 如何去转换呢 实际上 我们 发现这个 就是 一个数字的 ask 码 比如说 0到9 什么 和这种 和它的 这个数字本身的 差距的话 是 大概是 0x 30 所以 我们在这里 是 加上 这个 0x 30 那么 下面的吧 因为 我们在 就是 把一个 数字 转换成 这种 转换成这种字符的时候 那么它可能就是 比如说有 有 比如说23 那么我们的话 它实际上就 2和3 是 这种字符 但是 就是23的话 那么它就是 字不转 那么字不转的结尾的话 它是固定的 是这么一个 加上一个 杠链 这么一个 符号 这个的话 是固定的 那么下面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的 这个 这里的话 实际上也是 要加上这个 结束 字不转的 这种结束的这么一个 标子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实际上是 需要 把我们的这个 获得的这种的一些信息 那么就需要进行一些 重新的整合 整合完了 那么 接下来呢 那么 我们就是 因为 我们设计到的是 温度 湿度 我们需要 就是 最后的话 就是比如说我们显示的时候 让它显示的 就是能够看得清楚一些 所以 我们需要 帝拉加上一些相应的 这么一些 信息 才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一些 在这里的话 实际上就是 这么一个 过程 最后的话 我们 通过 需要通过这个 这么一个函数 发送给 把我们 所得到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温度 湿度的 这么一个信息 发送给协调器 其实这个函数的话 我们前面 已经 经过这种 比较详细的 分析 下面的话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 所涉及到的 这个 就是 这个函数 那么 这里的话 就是 它的一个 实现的 这么一个 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函数 它是 如何 去实现的 那么 首先的话 它是 先把这个 温湿度的 模块的数据 需要把它 拉低 那么接着的话 可能是 需要做这么一个 19毫秒的 这样的 一个延时 然后 把我们的 连接这个 温湿度的 引脚的 这个 角 然后 把它 就是 拉高 接着接着 往下的话 然后它 需要 需要把 我们的 端口 就是 重新 配置一下 我们的 翻口 这个时候 就可以 开始 读起 这个数据线的信息 从 刚才的这种 输出 转为这种 接下来 我们还是 需要做一些 相应的 这种延时 让这个设备 能够 工作 稳定 接下来 我们 需要做的是 这个时候 就像 这个时候 就 开始 读集这种 温湿度 模块的 这个数据线 如果 为低的话 那么就说明 温湿度模块 就 准备好了 接下来 我们就根据 模块的 所需要的 这种 实习的要求 你等待一个 从 这种 低 到高的 这么一个 跳变的过程 接下来 接下来的话 它需要调用的是 这个函数 实际上这个函数 是一个 是通过这种 发送命令的形式 来 获取这种 温湿度的 这样的数据 接下来 那么就被 以这种 实际者为达米 获得这种 湿度的 高位 接下来 是以这种 实际者为达米 获取这种 这种 湿度的 低位 那么 紧接着 是以实际者为达米 获得这种 温度的 这种高位 接下来 是以实际者为达米 获得这种 温度的 低位 但是每一次 进行得到这个数据之前 都需要调用 这么一个函数 实际上这个函数的 作用就是 以这种 就是实际上就给他 发送的命令 然后才能够 读几相应的 这样的 数据 接下来 我们就需要 对我们的 所得到的 数据 做这种 教验 如果教验成功了 那么 就说明我们 所读到的 这样的数据 温度 湿度 是正确的 那么这个时候 就 会保存 温湿度的 这样的 值 接下来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把这些 值经过 这种 就是我们能看得懂的方式 进行这种 换算 重新 计算这种温湿度的 这样的值 那么 那么如果 如果程序 直下到这个地方的话 就说明 读击这种温湿度 就是 读击这个温湿度 模块 失败了 那么 我们就需要把这些 变量 重新清零 清零的话 后面的话 我们继续 进行 以便我们继续进行 制作 等到就是 温湿度 这个模块 工作正常的 我们 接着其 或计这种 温湿度的 这样一些数据 下面我们 来看一下 就是刚才 我们经常用到的 这个 CLM 这个函数 看看 就是 他是 怎么去发送 这样的 一些命令 我们来先看一下 实际上 他是 就是这个数据的话 他是 我们要 这个模块上 他那个数据的话 基本是 这种八位 为大面的 所以我们 这里执行一个 八次的 这样的 循环过程 紧接着 我们 会根据这个 模块的这个 实际的要求 小等等的 从 这种 是要从 这种高 到 低的 这么一个 跳变的 过程 那么 接下来 他就是 然后 就能够 得到了这么一个 跳变过程之后 那么 我们就来 读解这个 数据线上的 值 那么 到这里为止的话 我们这个 试验的模块 就 基本上 讲完了 实际上我们 是不是感觉 还是比较简单一些呢 因为 我们 实际上在 实际的工作当中 我们需要做的 实际上就是 跟这些硬件 相关的 这么一个 一些东西 因为 上一层 那些 那些 写一站是 封章 封章好了 然后 我们 实际上大部分工作 我们是在这个 应用场 在做这些事情 下面的话 我们就 下来 看一看 我们 所得到的 就是 得到的 这么一个 模块 然后 递达进行这样的 编译和这种 写的设备 编译和写的过程 其实 我们经过前面的 几个阶段的话 我们 就是 比较 实际上是比较容易了 我在这里 实际上已经把它 收写到我们的 设备当中 我们 把这个设备 重新 上电 来看一下 我们所得到的 这样的 结果 然后 然后我们在 PC上 打开 我们的这个 窜口 然后把它的 borderly 设置成 115200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里的话 是可以显示一些 温度和湿度的 这么一些值 因为这里的话 可能它被有一些乱码的情况 我们可以通过这么一个 应用 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真正的 因为这里的话 显示的 它是 一些 多余的信息 显示出来了 所以它可能 出现一些 乱码 那么 我们在这里 通过这么一个 小程序 就 能够获得 这样的 一些 温度和湿度 我们这里 看的就 比较 直观一些 我们得到 我们的温度湿度 温度是26度 湿度是77度 温度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 模块 基本上 就 讲解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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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